三位老师 各位女嘉宾 谢谢观众朋友们 你们好吗 我叫余智涛 今年27岁 来自上海 余智涛 欢迎你 来 我喝杯的 谢谢观众朋友们 你们好吗 这位是世纪佳元交友网 向我们推荐的男嘉宾 你跟我没来也去的干嘛 可以了 24位女生对余智涛印象如何 请考虑 请选择 谢谢各位 23号 因为我觉得可能你的气质 跟我不是特别搭 尤其是那个头的发型感 就太老上海的那种风格 你刚刚发型是刚刚整理的 其实平时不是这样的 但是就是 就怎么说呢 就感觉 特别像我们就是团里面 有很多男生 然后出来唱戏的那种味道 所以就把戏掉到生活里面 特别受不了 我平时也会听一些戏 比如昆曲之类的 我不爱戏 我只喜欢街舞类型的 不好意思 没关系 22号 她给我一种很儒雅的感觉 就是那种谦谦君子的感觉 但是第一眼的印象 不知道是不是和你平常生活的状态 是一样的 我之后再看一下 好的 谢谢 看第一点 我是个蒸不烂煮不熟 锤不扁炒 哇想当当一粒 头豌豆 我叫于智涛 现在在一所国际学校教中文 因为这些学生 不参加国内的中高考 读完之后直接出国留学 我也有更多的自由 可以选择自己喜欢的东西 教给他们 前段时间我就给他们讲了 小说《围城》 我们总是觉得 另一边的风景更好 所以我们就处于这样一种 不断地进城和出城的状态 我在班里给他们放了 围城的电视剧 还有很多家长 过来听我的公开课 我不只是一个中文老师 还要带他们进行体育运动 我还是他们的半个家长 每天晚上我会照看他们休息 然后第二天早上 还要叫他们起床 我平时喜欢写一些诗录和小说 很多人觉得 现代诗写得像口水 只要你会按回车键 就会写诗 其实这是他们对现代诗的误解 未来几年呢 我打算做几年老师 然后去做编剧写剧本 我觉得自己是一个 比较早熟的人 很小的时候 我就有很强的自我意识 所以一直以承认的标准 要求自己 身边的朋友 也觉得我比较的成熟稳重 很多女孩子说 自己喜欢成熟稳重的男士 我觉得他们只是说说而已 要不然为什么 我现在还是单身呢 哎 我 哎 我怀玲的感觉还是蛮对的哦 成熟稳重 语文老师 爱写诗 应该跟你的那个气质 还是蛮搭的 我想的是另外一件事 这哥们儿爱从写诗到要发展 往剧本方向发展 专门为了你 我们引进了一个叫 宁财水的人 做编剧的感觉如何 做编剧 你还不是问他 红了以后的感觉如何呢 也没红吧 还是您红吧 反正我觉得就是 我们不在一个领域混 是 3号 韩嘉宾 你是叫留学生 还是叫中国学生和留学生 我之前教过一些 对外汉语的一些外国人 他们学中文 然后现在主要是教 中国孩子学中文 我以前也是在北京语言大学 学语言 但是隔期 我那个时候学语言的时候 一般都是女老师 我没有那个扶制 像你这么帅的老师 要不然我水平 肯定比现在好多 请问李嘉宾 您学汉语多长时间啊 一年 一年 我觉得你的汉语说得非常地棒 非常地好 谢谢 22号 刚才男嘉宾说起现代诗 然后我就 其实跟你蛮有共鸣 我在澳门是一家 也是一家现代诗刊的美术总编 所以我就接触到一些 就是现代的诗人 其实现代诗并不是口水诗 并不是想写就能写 就是取高贺寡 高山流水 真正懂的人才会懂现代诗 所谓的现代诗就是 我们现代人 用我们现代的语言 来表达我们现代的情绪 我也每天都写诗 一般都在140个字 而且都不回车了 对 一口气写完 上上下 男嘉宾您好 就是不管是写诗啊 还是写小说 还是写散文 总之我是对会写字的人 都是由衷的敬佩 你能不能现场 给大家来一段 你比较以以为好的 自己创作的现代诗 好的 写了一首 还比较适合朗诵的 在这里给大家念一下 好的 我要用一声写一首诗歌 我来到这个世界上 是为了看看太阳 我会走很多地方 看不同的风景 说不同的语言 每当我到一个地方 或者遇到一个女人 我都会写下一个字 而把我的一年的生活 写成一句话 这样等到我老了 就能够写一首诗了 我要用一声写一首诗歌 一首好的诗歌 里面有幸运 也有悲伤 我要用一声写一首诗歌 一首好的诗歌 它会让你在欢笑时流泪 流泪时却不悲伤 我要用一声写一首诗歌 一首好的诗歌 每当你读到它 就了解了我的一生 它作为一个诗人活着 又作为一个诗人 永久的死亡 谢谢 真的还可以 特别好 听得特别像歌词 其中有一句我特别喜欢 你遇到每一个女人 都会写下一个字 不知道现在写了几个字 我写了一千多万字 现在的字还不多 大概勉强可以 140个字 写成一句话 能写成一句话了 那一句话有长有短呢 我一句话140个字的 好 下一条 我有过两段感情经历 第一段是和我的大学同学 我们是同专业 那时我在读金融 我给她写了很多的书信和诗歌 经常在女生宿舍楼下等她 可是她一直不为所动 她说自己已经有男朋友了 是校外的一个同学 可是后来我却发现 她和我们同校的一个男孩子在一起 那段时间我非常的痛苦 第二年我就转到了中文系 别人也许觉得没有在一起的感情不算恋爱 但是我的定义和她们不同 我觉得只要自己付出了感情和真心 那么她就是我的恋人 我喜欢的第二个女孩子 是我舞蹈课的舞伴 我们经常一起吃饭游玩 可是后来我发现 她对之前的男友念念不忘 他们私下还保持联系 她自己也说自己的心被分成了两半 一半在我这边 一半在她那边 我最近尝试想把她拉到我这边 可是不行 后来因为工作的原因 我们在不同的城市 就这样渐行渐远了 我喜欢的女孩子 我希望她知性 独立 不要太依赖人 同时也能活泼可爱一点 我觉得爱应该是相互信任 理解和尊重 同时呢 也要给对方一定的空间和自由 那个片子里边有一句话 我不知道有多少人赞同啊 他说只要我付出了感情和真心 对方就是我的恋人 这句话让我想起了前面那哥们 我觉得他对严承旭 也付出了感情的感情 如果大家都认可这个标准的话 严承旭就是他的恋人 6号 我觉得你刚走在那个石板路上 然后蹭了一把雨伞 很像我们小时候看穷瑶的那个 剧里面那个男主角的样子 看起来还蛮好的 我在初中的时候也看穷瑶 19号 我觉得刚才听你的诗 我感觉特别好 诗情画意这那的 但是我特想问一问题啊 就是我就是对那个 你平常爱看书啊 做个诗啊 听个昆曲啥的 我就是属于那种 我妈也爱听个昆曲 听个戏什么的 一压压的 她一放那我就特爱着 睡得可香了 就像我们这样的女生 怎么跟我们相处啊 每个人兴趣不一样 那么我建议你可以选择 你比较喜欢的类型 好吧 21号 从你走下来到现在 就是我觉得你 应该是那种 彬彬有礼的男生 然后你两段感情 都是好像女友跟前男友 有点牵扯不清 那是不是因为你太彬彬有礼了 就是 所以导致女生觉得 可能你并不是那么地爱她 我觉得有可能 现在不是有句话叫 男人不坏女人不爱吗 我觉得男生可能在感情上 稍微霸道中带点温柔 会更吸引女生 谢谢你嘉宾的建议 14号 我的男朋友每天给我写诗写诗 我开始可能会很感动 可是时间久了吧 我就觉得没感觉了 觉得这个男生可能有点无聊 其实你还会有其他的什么事情吗 那是我刚开始的一段恋爱 18岁你知道 正是那个情斗初开的时候 所以对爱情还充满很多纯真的幻想 所以写了很多 现在不会轻易地用这种方式 12号 我用文艺男青年来形容你 你觉得合适吗 你可以这样来形容我 你可以这样讲 就是我会觉得你感情偏向于细腻 然后容易活在自我的世界里 不太接地气用现在的话说 我觉得我具有自我的世界 也很关注这个世界 看他的朋友看吧 我们的一位老师呢 在我眼中的话 是一个非常有文艺范的青年 人也很随和 那么私底下他也比较幽默 八年级的学生 戏称他为小清新老师 他很简单 我从来没有看到他很惹怒 当我第一次认识了 他来到我的生日节目 我完全没有认识他 他带了一个礼物 一组的很棒的词 要谈到艾文老师的缺点嘛 我就觉得是平时有点太清高了 然后跟我们的距离有点远 在同事之间有一点点小腼腆 那么就是希望他以后呢 能够选择再大翻一点 恭喜你 进入到了男生权利 有请20号 22号 我们现在来看男嘉宾的心动女生 是哪一位 从风格上说 俩人倒是挺搭配的 会不会在最后有什么意外呢 如果没有意外 就是顺理成章 他俩就是以前也发生过那种 心动女生 正好是留灯的女生 甚至于是暴灯的女生 但是我觉得他俩之间 确实有一种那个气味 气味相投的那种感觉 在明年四月天上 在历史上也发生过 然后两个人的这种选择 到最后男嘉宾杀个回马枪 选了另一个也有过 发生过 但是这个会不会不知道 来看大屏幕 两个女生的十项基本资料 你选一项 我选《我的生活》 好 看两条片子 我是一个生活在现代的女孩子 却还有着一点点的古典情怀 我从小就比较喜欢琴棋书画 所以我去学习了油画 鼓针和钢琴 从小喜欢看《红楼梦》 希望自己将来的男朋友 能够像武侠小说里面的男主角一样 有着英雄情怀 就像是杨郭那样的 就最好不过啦 平时我都比较喜欢动漫 大学的时候参加了Cosplay社团 因为Cosplay可以让我 变成动漫里的人物 我变成天使了 哈喽 我又变成海盗了 我喜欢这对翅膀 洁白 无瑕 这些都是我Cosplay的造型 男嘉宾 你喜欢这些造型吗 最后一个问题 请问两位女嘉宾 你们对未来五年生活的一个计划 如果是 减数就可以了 我觉得未来的五年 除了把工作做好 希望建立自己的家庭 做一个好太太 男嘉宾 你好 其实我站在这里 我是很有勇气的 因为你的心动女生 还要选的是她 那你上来才知道的 你刚才又不知道这话说的 就是现在很紧张 然后我的未来就是说 我想早点结婚 因为我觉得女孩子 就是早结婚比较好 在自己年轻的时候 把自己嫁出去 然后生个孩子 做一个先妻良母 我觉得是个女人最重要的 来 看上去事很简单了 我想问问财神兄 你觉得 读一读吧 我应该不会有意外吧 我觉得他俩在一个 你觉得不会有意外 黄老师 我觉得应该没什么了吧 没什么意外 对 至少他俩在一块 我觉得未来看起来 会很好看 那个丁薇 你刚才在表达回答问题的时候 你是想吃男而退的 还是迎男而上的 我就感觉着我还是没有信心 因为他们两个人 毕竟还是比较配的 有点想退出战斗的意思了 来吧 决定吧 我觉得丁薇你非常的漂亮 也非常的有勇气 哦 但是我觉得我们的这种性格 和生活的方式 可能不太适合 我祝福你能找到自己 更适合自己的男嘉宾 谢谢 谢谢 当然会了 我们可以一起迎师看风景 欣赏落日 一起体验面朝大海春暖花开的 那种感觉 好 我想所有人都看得出来 从风格上 这两人确实挺搭的 都是传统古典范儿的 那个小伙子从发型 到他打领带 那个方式 到表情 都是那种好青年 上镜有为青年的样子 两个人确实很般配 再次祝福他们 观众朋友 如果想了解24位女嘉宾的 个人资料和联系方式 现在可以拿进手机 编辑短信81354加女嘉宾编号 发送到1066666620 或者登陆布布告 微博智能手机 《非诚勿扰》的官方网站 给他们留言 想要真婚相亲交友的朋友 可以通过百合网 真爱网世纪家园网站 或者到我们的现场报名点 报名来到《非诚勿扰》的舞台 有请下一位男嘉宾